上星期我不知道為何你們會收到消息 說車輪了事後就在林康正的節目中說 我不知道林康正收到甚麼消息 那晚我收到百多個WhatsApp問我有沒有事 我當然沒有事 你覺得車輪爛了就代表人有事嗎 或者人們是襲擊我嗎 你覺得他們夠僵嗎 話說那天是這樣的 首先我的車輪放在街上 一下去車輪爛了 我現在未報價未成 有一張紙 就有個報案號碼 那時候我不知道那個是報案號碼 有個聯絡電話叫我聯絡 新巴保險部 即是我今天聯絡了新巴保險部 但是個案未遞到上去 我這輛車買了兩個月 它不是全新車 但這輛車的情況 林康正你也見過 基本上是新車一樣 你是不明白為甚麼那些人可以 二手車保養成這樣 它連裡面那些貼紙 即是連接著螢幕 連接著波棍 都還未撕 那麼多連車車 要不然我不會買這麼多車輪的車 是我新車舊車開這麼多車 最滿意的一架 當然我到現在還未正式駕駛 問人家是否能整得到十足 我想都沒有 原裝油的都沒有了 那是為甚麼呢 一會兒播圖大家明白了 它是有個新巴 應該是有個巴士轉彎 但那條路我還未見過巴士 我老婆和水王說有些偶然有的 那天是星期六 他轉頭的尾巴 後來我才知道 有些網絡人跟我說 是上了馬路之遊的 巴士是竟然在等我很久 但是那天 I am so sorry 我們早上10點不夠 就把車在那裡 我幾點走呢 11點幾十二點 因為我做了十幾個小時 星期六在那裡有開掃 因為準備過年 整理了舊東西 本來我都打算早點走 但早點我想都撞了 OK 我聽說今晚我和agent 談完 首先我一定要戰之整 整完之後新巴保險 因為新巴 其實巴士公司是沒有保險的 他們是 怎麼說 他們是自己保自己的 是去到某個欣賞 不知多少千萬 以上才是射給保險公司的 我會不會談得到 我現在沒有車渣 我的牌費 保險那些 當然我可以找個大律師跟他爭辯 但我不會 我排費30元一天 我保險多少錢一天 我現在沒有車渣 我還要兇了停車場出來 停車場無緣無故 又要給立吉祖 但我沒有理由不要停車位 但我都會照報的 我看談得到多少 他就跟我說 他說你可以拿去原廠做 我打開深刻保險報 因為他未收到報告 也都可以拿去街上 但原廠一架車舊舊 原廠一定很貴 我想要弄超過20萬 我車買回來 不用拼 沒理由弄20萬 唯有拿出街上弄 但我現在最大件事 我好想不強 其實新外物的東西我很少 但我想想都不強 真的無妄之災 把車子在那裡 如果到時還要我跌錢 多數要跌多少 未必談得足 我現在不強 那還有沒有公義 我要問 屌你老母是無妄之災 不過也有朋友跟我說 通常那些雞皮都掌握得足 我希望是這樣 但掌握得足了我內心的傷痛 一架不是原廠車 我這個是大嶺的特別版 全港只有20架 Premium 屌你老母就遇到老妄的司機 雖然他都在那裡等了我 據說等了我幾個小時 是 我們先看看照片 我們先解釋一下 看看這圖 第一張圖給你們三張 這個在車頭 遠遠看到 大家明白那條路圖 是甚麼情形 他在這條路 轉左 他轉左 他應該不是車頭抓到我的 是車尾的路站 是 他車尾 稍為有經驗的司機 應該看著後鏡來轉 就不會那麼快 扭到那麼直 他應該想轉左去左邊 那條埋線 好 第二張照 你看看能不能想到 現在不要以為 我扭把 左邊的頭燈 只是一盞燈都成皮 我想完裝燈 OK 鬼面罩 鬼面罩不同原廠配是沒有的 我車牌展示出來 OK 還有 裡面連裝水箱 其他東西都壞了 Sensor 這些東西 再看下面那張 你看 好 回來 而最大的問題是我二三號搬屋 我有很多細小的東西 我是想著 我的計劃就是 你們知道搬屋一定是最好的 逐些逐些 但是之前你逐些逐些 我又怎辦呢 好了 所以我一直呼籲 我呼籲 如果有網友有多輛車的 租給我 我不敢說借 一出去租車 一個月租 脾氣兩脾氣 不可能 當然有網友說想借車給我的 我就看看你的網友 我熟不熟 我認不認識 因為有些網友可能是鬼 但是有些網友我認識 不過今晚我也問問我的agent 看看有沒有輛車 我不會出售價 因為有這麼多車買 我先拿來開著 我真是無聊 要不然就大糟糕 你想想我 晚上睡覺 我睡不著 你想想我這些愛車之人 我真是無聊的 是我開過這麼多車 新傳新車 和二手車之中 最好conditioned的一架 每樣東西都完美 就給你一個魯莽的司機 現在就等於 你好生識的女兒 混過去都不搬他 以後這麼瘋癲 想著心瘋癲才跟他搬 誰知他就被人搬了 而且不是他想 而是他被人迷托 你不會介意的 你要回去吧 但你的身份是不是很像 都會 你說完全不會 不是那種你不會不要他 但是你不能不腳 你想想他如果發孝 他喜歡的那條子都順暴 他在那裡吵鼻屎 吵鼻屎 吵鼻屎 就假裝了 還要忠出 你是不是不能不腳 希望大家駕駛的時候小心一點 都好的 是巴士公司 還有我想他都不敢走 因為 他等了你那麼久 為什麼呢 周界也有攝影機 我家車也有攝影機 但是我家車的攝影機 是停車的時候不拍的 所以我都要換攝影機 然後 題外話 我看到這個情形 我又看不到報案號 我寫了一張紙 我不知道那個報案號 但我問我的朋友 那些朋友說要先報案 當時我就是水王 那我在想要不需要報案呢 那我去到警署 太子 首先去到太子警署 有一個警署 現在每一個警署都是 那裡有很多水馬 是呀 一定有了 那我就走進去 在水馬裡的那隻門 推一下水馬 哇 有水的 水馬當然有水 我再推另一個 都是推不動 但是我感覺到 好像沒那麼悶 接著我去登光看 是 其實有一個不是那麼悶的 但是都已經用不了了 即是滿了八成 其他滿十足的 是 我進去按票 我看到只有一個 坐堂的警署一個 是 我按張票 有一個就好了 按張票 要等我 我正等一等 我心想 有一個牌子等一等一等 那些人寫事又那麼慢 報案又那麼慢 我前面有六七個 我突然就想 喂 坐堂不幫 坐堂不幫 那些人在之前 有幾個黑警 穿上他們的衣服 換衣服收工 是 見到我 咦 喂 貝德哥 這樣 接著我看一看 我不知道我懂不懂 他是黑警 那些男人就沒有理會 然後過了一會 就有一個 在裡面走出來 我相信 應該是可能 那些 我不知道 老闆打電話 到報案室 叫他出來 或者不是 我不知道 喂 喂 我是 他叫你說什麼事 這樣 因為我前面有十幾個 那我跟他說 他說 不用 他說 他既然留了一張紙 他沒有理由玩你的 你是 跟他結束 我當不可以把公司正常來說 都是這樣 警察都做事 你自己結束 他肯陪 沒事 他不陪 你才報警 你回去拍了幾張照 記錄下時間 記錄下地點就可以了 這個是正常一般 有兩個司機在這裡 其實都是這樣的 是的 然後 完全沒有男人找我 在那時 我說這樣可以了 他說可以了 你到時 你記住 他說老闆給我 你找我 不過最好 你去西九龍 交通報道報 快點正 是 我說 好 OK 好了 我走了 我 我結合了 今次 和上次幾次出團 在機場的警察 每個人都認得我 我就肯定 他們是 有內部傳閱過我 知道有條人想到這樣 來編迫他們 他們當不會有黃絲有藍絲 但是 一般來說 怎麼說呢 我不知道 或許我正起立言 但是我是否因此而來 會對黑警改觀 我仍然都是這樣說 我絕對相信有白警 但是太少了 還有你們 要記住 其實我仍然都是保持那件事 只要你們 一有人走出來 站在市民那邊 你是不會被人撕的 因為他們會一大 頗有一堆警察 西瓜靠底在邊 政權都動你們不了 不過 投閒置散 你就可能會掉 嗯 升不到職呢 是的 如果你想到這樣 你就不要當警察 是吧 老實說 你說如果你們現在 是因為知道遊戲玩法 要這樣做狗的 才可以賺到錢 去養你們頭家的話 你就更加 要為你的兒子 指責 你會不會走出來 其實 香港市民一定會站在你那邊 而只要這樣 這個方法是令到政府 是立刻要 是立刻 迅速地 要跪了 是立刻的 沒得拖 因為解放軍不下來了 嗯 是吧 如果那幫警察 真的夠膽 譬如藍絲的 去執法的 來來都會執法 現在說來講 就是大家拿槍 上街 說怕他們 就上街 如果那幫警察 夠膽 跟市民 你就保護市民 其實 所有紀律部隊 都應該有這種氣魄意識 特別是紀律部隊 特別是 這是你們的責任 是啊 好啊 休息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